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快讯》 我是Vivian,新闻热手 近日捷克富豪Radin Passer 开着他的布加迪麒麒麟跑车 跑出时速約417公里 据悉德国无限速高速公路是全球少数 可以真正合法测试外车最高速度的地方 不过去年11月有一位布加迪麒麒麟的车主 在德国无限速高速公路 飙出时速414公里 引发德国交通部声讨 车主可能会面临两年的监禁 折克第三十三大富豪 二年58岁的Radin Passer 开着他的超跑布加迪麒麟 来到德国Wittenberg附近的 无限速高速公路做测试 他选择车流量小的清晨时段 有三车道且直线10公里的路段进行测试 最后他跑出最高约417公里的时速 影片放上网络后遭到声讨 德国交通部更公开谴责Radin Passer的行为 并指出部分高速公路无限速 不代表车主可以为所欲为 还引用德国道路交通法的第一条 任何参与交通的人都必须 严不伤害他人的方式行事 德国警方表示 该档案已经由Radin Passer交给检察官 根据外媒报道内容指出 Radin Passer可能会面临两年的监禁 Radin Passer都表示 他知道安全是最重要的考量 因此他都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这个测试 Radin Passer都并非第一次 这样挑战超跑的速度领域 在2015年时他都曾驾驶部加迪威龙 充速时速约400公里的表现 这个事件都再次引发德国对于高速公路 是否应该限速的讨论 德国六党去年选举就提出了 高速公路最高限速在约130公里 此举可以减少碳排放 不过此举后来并未采行 更多更详细的新闻讯息 请留意今晚6点更新的《今日快讯》 再会